哈喽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做低质又营养的鲜虾会豆腐 一块嫩豆腐切成正方形大约1厘米的小方块 胡萝卜洋葱切成丁,再来一些香菇给它切成片 大虾去壳去虾线,背上划一刀方便入味 烧一锅开水,放一勺盐,把豆腐焯一下水 既去除了豆腥味,还能让豆腐有韧性,不宜煮破 砂锅里放一点点油就行 包香葱花,把准备好的洋葱,胡萝卜和香菇倒进来翻炒均匀 再把夏日也放进来,翻炒至夏日变色 可以放一点料酒和生姜去一下腥味 接着倒入半锅开水,再把豆腐放进来,煮大概5分钟 放盐和胡椒粉调味,出锅可以再淋两勺水淀粉 使汤更加的浓稠顺滑 这时候豆腐基本已经充分入味 关火,撒上葱花,点缀一下 豆腐滑嫩,夏日鲜梅,还有胡萝卜和香菇的营养 做给家人吃,暖心又暖胃 赶紧动起手来试一试吧